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伊局勢又是風起雲湧 這一節我們一起看看究竟美伊衝突的導火線 以及最新的發展 以及分析一下到底會不會演變成為戰爭 我們首先看看今天的最新情況 美國中央司令部發言人證實 伊朗軍隊總共向著美軍駐伊拉克基地發射了15枚彈道導彈 而其中的11枚就是擊中了目標 當中包括有10枚擊中了巴格達爾西的阿薩德空軍基地 以及另一枚擊中了伊拉克北部的阿爾比勒基地 其餘4枚在空中自爆 命中率大概不夠七成半 這個發言人就說 在整個襲擊過程當中 是沒有任何一個美軍傷亡的 但是根據伊朗最新的國營電視台 引述革命衛隊的消息 就不是這麼說 15枚的導彈全部都是命中了 在伊拉克的美國目標 至少炸死了80名美國恐怖分子 另外有200人受傷 同時有美軍直升機以及裝備遭到嚴重損毀 到底哪個說法是真 我覺得美軍的說法是比較可信的 如果炸死了80名美國軍人 特朗普不會在Twitter說 目前情況一切還好 美國擁有全球最強的裝備和最好的軍隊 他自己將會在美國時間禮拜三上午發表聲明 如果真的出事 他早就站出來說話 怎會還在這裡玩Twitter 伊朗警告 美國不要採取任何行動來回應 否則就會襲擊美國本土 而且他威脅 美國和區內的盟友不准報復 否則會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而任何協助美國向伊朗進行攻擊的一方 都會成為伊朗打擊的目標 這個報道裡提到說會襲擊美國本土 但我們可以去檢視一下 到底伊朗的導彈射程有多遠呢 原來最遠的射程都是不超過兩千公里 換句話來說 他的導彈只能威脅到伊朗自己周邊的國家 以及美軍駐在中東的軍事基地和航空母艦群 到底是襲擊美國本土的說法從何而來呢? 我相信就不是靠他那些海陸空的正規軍隊了 就是靠這個所謂網軍 即是說利用網路黑客對於美國的基礎設施進行攻擊和破壞 例如針對那些發電廠和電網 使得它斷電 或者針對那些橋樑、工廠或者水壩 而伊朗的網軍也一再展示得出 他們是有這樣的能力進行網路攻擊和破壞的 比如說在2013年的時候 伊朗的黑客就曾經成功入侵了紐約一座大壩的控制系統 所以他們根本有這樣的能力來做 之不過伊朗會不會這樣發起網軍的攻擊呢? 我是非常之懷疑的 因為他們一旦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就意味著美伊很可能將會開戰 除了這件事以外 今天還發生了另一宗 就是烏克蘭國際航空公司 一架載有180人的波音737客機 在德克蘭的國際機場起飛無奈之後 據稱是因為技術問題而墮下 暫時未知傷亡的情況 不過我估計都是空多吉少 因為在Twitter上看到有些片段是由當地人拍攝的 就是該架的客機在空中燃燒成為火球 一路就跌下來 直至去到地上的時候引爆 我相信有生還的機會都是非常渺茫 到底這一輛的客機為何會墜毀呢? 當然根據伊朗的說法 就說是技術問題 但為何可以這麼快出來 斷定得到是技術問題呢? 因為連那個黑盒都未找到 這麼快就可以判斷到 聚機的原因? 我相信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 伊朗官方為了避免更多人的揣測 於是他們出來闢謠 所以就用了技術問題作為藉口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陰謀論 比如說有一家約旦媒體指出 該架失事的烏航客機 疑似在起飛不久遭到伊朗當局 以防空導彈擊落 目前這個消息是尚未得到官方的證實 我也覺得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在敏感的時間 敏感的地點出現這樣的情況下 加上伊朗自己官方走出來說是技術問題 實在是有少許被人此地無銀的感覺 究竟美國和伊朗之間 到底會禮真 還是會互相拋對方浪頭呢? 我看是後者居多 美國和伊朗不會就這次事件 展開地區戰爭 更加像王倫升級到全面戰爭 即是所謂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連地區戰爭 要去到區域戰爭 再去到全面戰爭 對嗎? 連最基本的那一部都未曾做 所以是吹得太大 如果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判斷呢? 就要從美伊加戶的時間線說起 就要從去年的五月開始說 當時 伊朗就會對於 在波斯灣的郵輪展開一個攻勢 到了六月的時候 伊朗就擊落了一架 美軍的無人偵察機 當時已經引起了牽然的大波 因為針對美軍擊中了他的目標 當然是沒有人駕駛的 所以幸好是這件事 而這次也沒有美軍傷亡 我的看法就是 到底美國和伊朗之間會不會開戰呢? 就很取決於伊朗的襲擊行為當中 有沒有導致美軍嚴重的傷亡 如果是有的話 美國就會有機會展開戰爭來報復 如果沒有的話 我相信沒有什麼機會 機會非常之低 因為在過去一年 伊朗就作出了很多挑釁性的行為 是非常離譜的 因為要轉移國內人民的不滿 要轉移人的視線 稍後我們也會講到 在去年七月的時候 伊朗又扣押了一輛英國的郵輪 到了九月的時候 伊朗又攻擊沙地阿拉伯 一些國營油公司 到了十二月的時候 伊朗就開始攻擊 美國駐伊拉克的軍事基地 到了年尾的時候 更加襲擊了美國駐巴格達的使館 正正是因為這件事 引起了特朗普總統動我殺機 決定要空襲伊朗革命衛隊的蘇雷曼尼將軍 這位仁兄其實就是伊朗的第二把交椅 在伊朗當中也有非常之高的民望 現在就死了 成功襲擊了 但是究竟伊朗為何要在過去一年 不停挑起這些事端呢 實情它就是想轉移國內人民不滿的視線 對上一次大規模的騷亂 就是發生在十一月份的時候 當時的導火線就是因為伊朗官方要調高燃油的價格五成 而導致示威持續擴大 最後爆發了在十幾個城市都有蘇聯 當時伊朗政府實施了全國斷網的措施 試圖切斷互聯網的用戶對於國外和國外的網路通訊 於是那些人就不能通過社交平台和通訊軟件進行動員 但是似乎這個號召群眾集結的號角沒有停過 根本上這種斷網是無效的 為什麼呢? 因為民怨實在太厲害 而且就算禁止他們使用Telegram通訊也好 但是那些人依然有辦法上網 他們利用一些漏洞 比如說因為政府的部門可以依舊上網 那些人利用了政府機關和大學的網點連接互聯網 將伊朗內部的示威情況通過Twitter等等的平台 向國外散播出去 將消息 似乎這個斷網就不太臭效了 因為即使在斷網期間 示威的情況依然是非常激烈的 但是到目前這一刻 他們就成功將這個焦點轉移到美國身上 將它不滿 另外今天有一個消息提到 原來伊朗發生了一場五級地震 震源的深度就是10公里 這件事引起了不少人的陰謀論 究竟伊朗是不是進行核試 而導致這場淺層地震 因為根據北韓的經驗 他們在進行核試後 事實上有些地震台 是測到那時候會有淺層地震出現的 但是 這場事件已經有台灣的人都破解了 其實是說得很正確的 如果是一場自然地震的話 那個S波 即是所謂S波的能量 就會超過P波 但是核試是剛剛相反的 P波是會比S波的能量大 所以顯然這是一場自然地震 真是不幸運 伊朗在這個時候又發生了一場地震 希望當地的情況安好 不要太多人出事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